之前有一個案例 去爬山然後用山泉水洗手 但是它手上就沾到蟲卵 然後波及時來吃 就這寄生蟲就一樣下了肚 那你如果真的要取山泉水 一定要記得看一下 這周邊的水源是不是乾淨的 還有最重要 如果你取山泉水 一定 這樣才是安全的 好 那為什麼這個食腦蟲 是怎麼入侵呢 它其實是生活在水裡 然後它喜歡的溫度是25到 46度 尤其在46度的時候 它會快速的繁殖 一般來講 它就會在一些湖泊 或者是溫泉 它大概要溫度稍微有點高 25到46度C 那最重要呢 它會在這些不流動的水 通常也會比較有高一點的風險 那我覺得汽水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建議的 就是要去這個有加濾的游泳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濾其實是一個必要之外 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不能去這個游泳池 我一定要去外面的野溪玩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有這個綠 其實有這個綠才安全 它可以殺死這個寄生蟲 每公升要0.5毫克 這樣的綠的濃度 就不會有這個阿米巴蟲的問題了 它大概一到兩天 就會造成這些腦膜的這些問題 腦水腫 細水之後如果你回家你覺得不舒服 可以真的趕快就醫 因為這個死亡率好高 而且兩三天之內就會死亡 其實很多人都說他不喜歡喝自來水 他喜歡拿三泉水 尤其山泉水來泡茶 它的味道更好 那其實這個我不建議 因為你有時候你在取這個泉水 你不曉得山頂上人家在幹什麼 也許人家正在養豬 人家種菜私以農藥等等的 喝什麼水比較安全呢 就是自來水場出來的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都是經過檢驗的 那我剛剛講加律是必要之二 曾經有人就是去爬山 然後水喝完了 就看到三泉水流動很清涼 就取水這樣喝進去 結果喝到了寄生蟲 然後還有人一喝 就喝到了水漬進到肚子裡面去 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去爬山 然後用三泉水洗手 然後他又去剝橘子來吃 其實他洗手而已 但是他手上就沾到蟲卵 然後剝橘子來吃 就這寄生蟲就一樣下了肚 那你如果真的要取山泉水 一定要記得看一下 這周邊的水源是不是乾淨的 還有最重要 如果你取山泉水 一定要確實的阻廢它 這樣才是安全的 不要生命 這個會造成很多問題 其實這個最近蠻多食安事件 都是一些飲食上出的問題 那其實我個人是絕對不吃生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生菜 如果有這個蝸牛爬過去 會有一個中間宿主 叫做廣東宿血線草 過去美國曾經有案例 有一個男生就跟人家打賭說 他敢親蝸牛 結果親了蝸牛之後 這廣東宿血線草跑到腦部 他本來是個資優生 後來智商退化成好像三歲左右 所以其實不要抓蝸牛 小孩子不要去抓蝸牛 抓了蝸牛 一定要肥皂確實的洗手 這樣才安全 好 那其實我個人 為什麼不吃生食呢 因為其實你在燙煮的過程中 其實可以燙掉的 這個寄生蟲細菌病毒 熟食永遠是最安全的 那建議大家 如果吃東西覺得味道怪 不要懷疑自己的味覺 如果你覺得味道怪的時候 真的就不要再吃了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你的食物上桌 只要超過兩個小時 其實細菌可能都長很多了 因為我們會長菌的溫度 是7到60度 所以你不要東西放在桌上 吃吃 再稍等再去做 然後三四個小時都在那裡 如果你超過兩個小時 我建議你還是重複的把它加熱 這樣子再吃起來比較安全 那當然你吃了有怪味 就不要再吃了 因為這都會冒險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 大家到戶外去的時候 那其實真的不建議打赤腳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有一些寄生蟲 會這個勾上去 那這個案例也都蠻多的 所以記得要小心這些行為